嗨大家!這週會開始發馬來西亞系列 這是在今年2月初的時候拍的 我們目前身體都非常的安康 這陣子會盡量都先搭在台灣拍攝 還日本會延後哟 哈囉大家好!我是專門開放間的零星外星 我是艾琳 今天呢我們一起來到了馬來西亞吉隆坡 現在這邊是... 它的有點像中央車站精華區的附近 喔!我發現東南亞的樹樹超級便宜 超級好 你聽到我房間價格的時候整個傻眼 我嚇死了!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是一個 他們住的一個蠻好的公寓飯店 叫做VE公寓飯店 它是公寓室有廚房 居然是兩房一廳的 然後你知道價錢多少嗎? 我們最後再跟它講 就是一個會嚇死人的價錢 怎麼這麼便宜 我覺得這種公寓室酒店在台灣很少見的 超少見 但是它居然是兩房一廳 可以住四個人 連在日本都很少看到 而且兩個都是套房 都有衛浴單獨的廚房客廳 還有工作間 滑得 耶! 欸!是三房一廳的 因為有一個... 好幾房喔 有一個工作間 然後面向大落地床 這邊給大家一個提示 一個人不到台幣一千塊 原來這麼便宜啊 然後是飯店喔 然後有小餐嗎? 早餐另外買 但是也很便宜 很棒 很棒 那我們就進去看看吧 來看我的房間 好 牠現在要愛妳要帶我們上去 客人 歡迎來到我的家 是不是要比考 在吉隆坡的家 真的很像家 真的很像 等一下進去就知道了 為什麼他沒筆就上去了 可能剛剛不曉得第一了 沒錯 還不記得 打開 不曉得等你過了沒辦法會很亂 歡迎來到愛玲在吉隆坡的家 很高級喔 是不是 賺很多 一個人才600塊是要賺多少啦 趕快來住喔 進來了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裡真的是超像家的 後面就是一個超大的客廳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小廚房 落地廚房 右邊就是一個小廚房 廚房然後就是還有洗衣機都在那邊 就是熱水器都有 熱水器還有什麼鍋碗瓢粉都有 讚 然後我們來看我們的主臥 右邊就是一個大主臥 然後還有一個小臥室 都是套房 那我原本剛進來這邊的時候 看到我以為這個臥室是配這個廁所 然後我就想說 所以主臥在那邊 後來發現不是 這是客浴 這是客廁 所以它有走那種三個馬桶 我覺得房間沒有到很大 可是它的床 爆大 爆大 空間都在這裡了 它超級大的 它是東人加大 在加大 我們比例池啦 我們兩個組在一起 有沒有 這個水可以水三個人的 好 房大人 所以四個人 如果是我們這個size 因為我們才睡一半 沒有啦 三個人 我們才睡一半 2.5了 你鏡頭 camera man說 所以你們大概一半超過一點點而已 一明明 臨界 瘦的話可以起四個人 很誇張 四個人嗎 四個人可能不能翻身 我覺得現在坐起來就有點軟 偏軟它是會凹下去的 但是它蠻好睡的 是喔 對 因為我們昨天可能還是太累了 一下就睡著了 枕頭的話 是會彈回來的 後遺是蠻空的 住宿達人 我想問為什麼要這麼多枕頭 就是讓你躺在床上滑手機的時候 可以靠著 喔 滑手機的時候 看書的時候 我們在睡覺的時候 都把剩下枕頭都往地上擺 然後只剩下兩個 我想說為什麼要這麼多 是不是讓你這樣子 可以在上面先做的事 然後要睡覺的方向 應該是這樣吧 好 我也許不知道 但我每次都這樣用 你每次都這樣用 因為我收到錢 一定要滑手機 會這樣彈回來的 所以這個枕頭好睡嗎 它偏高 高枕無憂 我喜歡睡低枕 你喜歡睡低枕喔 它OK啦 因為它也就是這樣 跟床一樣 一下子就軟下去 所以還蠻好睡的 我的對面呢 就是一個電視 大小還蠻剛好的 右邊還有一個小工作區 可是你出國你會看電視嗎 不會 我從來沒打過 我也是 就根本覺得這是裝飾 從來沒打開過 你有打開過汽車旅館 打開不是A片嗎 嗯 我曾經有拍過 然後有打開 然後是A片 有A片專區啊 要是你第一次打開嗎 我一直去過一兩次 一直去過一兩次 就是業配的時候 我的左邊和右邊都有插座 然後右邊還是USB孔這樣 哦對 這很方便 因為馬來西亞的插頭 你有沒有帶轉接頭 有有有 它很不太一樣 要特別帶轉接頭 但也有萬國插 對 別有洞天 這是它附的嗎 對 它附的 它有附菲利普的電線路機 你看 普通的 我們昨天進來之前 它是這樣想說 哦 沒了 所以我們就以為主臥在那邊 沒想到 打開 別有洞天啊 真的是別有洞天 居然 居然有一個更衣室跟化妝鏡啊 但是它說 你說這個怎樣 因為它這裡是專門化妝的 但是它卻超暗 它的燈窗飛在下面 是什麼什麼意思 沒錯 這完全沒有照亮的效果 完全沒有用 它不知道女生化妝需要很亮嗎 然後也沒有多一個鏡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肩 它設計有點廢 它是可以掛衣服 然後衣架超多的 然後有體重機跟 就是直拖鞋都有附 然後再往進去就是 我覺得動線蠻好的 就是乾絲分離的衛魚 背品也都有附 馬桶的話就是一般的馬桶 好像馬來西亞都不會用鹽子嗎 哦 你喜歡洗屁屁嗎 我從來沒用過 蛤 我雖然很講 你太浪費了 我不喜歡它噴出來的感覺 就是不是很乾淨 免治馬桶 但是很乾淨 它不是從下面出來 它是另外一個管子出來 乾淨的水 還是有點障礙 啊你竟然沒有用免治 我從來沒用過 太生氣了 所以它是什麼感覺 就是你會覺得 徹底受到清潔 然後又可以少用很多檔位在 然後我們再往裡面走 它的乾絲分離 領域的區域超級大勒 這麼大 可以多批洗洗 沒有 來吧 我沒有 Ban也有附 然後是一個正常的 臉紅頭 跟ASA都有 它快熱嗎 超級快樂 我們一開始你會把它習慣 往最熱的方向 你也會嗎 它這個會沉殘 它會一下子燙死 一下子燙 馬上就變超熱 對 而且你看我們的 它是有一點偏冷的地方 就已經熱了嗎 就是熱了 會嚇到我們 速度很快 一開始要小心 千萬不可以抓到最後 穩定的水壓也夠 水壓也夠 棒 棒 耶 然後呢 另外一間就是 比較小的一個套房 但它也是全部無印競全 然後跟主臥房差不多 它的床比較小一點 就是一個正常雙人床 一樣也是偏軟的 電視的話一樣大 也有這麼大的衣櫃 旁邊也是有自己的預測 跟另外一間一樣 就是稍微比較小 一點點 但是還是已經超級大得了 很棒 什麼都有付 胖胖這邊就是 我覺得最驚人的地方 居然就是還有一個書房 然後旁邊是一個26樓 超大的玻璃景觀 超美的 超美的 因為它整個落地窗 那個採光下來 然後在那邊工作 就不會有這麼悶的感覺 超舒適的 超舒適的 很寬敞 你有沒有很後悔 沒有加400塊來住我這一間 有一間 我不知道你們住這麼好 你不知道住這麼好 只要這麼便宜對不對 對 我以為很貴 我想說算了 住200塊金旅 但也不錯 是我的形象 讓你有覺得說 我住的地方都很貴的感覺嗎 不知道 因為我想說你們就來工作 應該會住不錯的飯店之類 你不是也是來工作 我是說來有錢的工作 沒有錢沒有錢 好 那最後 講一下這個 住這邊的心得 我覺得這邊很舒適 因為它除了公共空間 就真的很像一個人的家 公共空間很棒 對 因為一般的飯店 不然我們是去住 日本、韓國或者是台灣 都很少那種公寓式酒店 然後就有那種 回到自己家裡的感覺 就是你要做什麼都很順 你不用還要出去 大廳幹嘛幹嘛 對 然後我們晚上還可以 一起在那邊喝酒 要開會也可以直接來 對 像我們昨天 就在那個地方 桌子就工作到兩三點 我覺得 讚讚 推推大家 只要這樣一間 就是兩房一廳 再加一個工作間 還有廚房 最多可以住四個人 這是比較大的房間 很大喔 整個超寬敞 我看現在是 2500到2700 所以一個人才 600塊 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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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塊台幣 600塊跟你住的 是一樣的價格 這是台灣的 輕侶的價格 我後來發現這個價錢之後 就覺得 我幹嘛不直接來住這邊 就好了 那你住的輕侶多少錢 其實超便宜 就是大概200塊而已 所以 來住Hotel吧 600塊 對 可是我們等一下也會拍 一個200塊的輕侶 大家也可以去另外這邊看 我是專門開放人家的旅行YJ 我是艾玲 記得不去看Hotel頻道 也會有我們來馬來西亞玩的一些紀錄啊 什麼的 然後有日韓的什麼都有 對 我這邊有跟YJ一起拍馬來西亞的美食 喔 有興趣的話都可以來我這邊看喔 好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 觀ifty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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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